陳志翰他並不是三總管的活動 那三總管內所有的設施 都是屬於副業公司所有的 陳志翰跟他所屬的團隊 只不過是受委託負責現場的運營 但是從108年開始 陳志翰還有他所屬的團隊 有一領付費的請求 提起的包括了侵占、背信、妨礙名譽、妨礙信用的告訴 今天我只交接健身房的交接儀式 服務Villet健身房在4月1號早上9點鐘 將由服務Villet健身房專業團隊繼續服務各位 第二點及以前團隊利用直播散播部罰行為 與散播謠言及現金短缺的事情 請全部交由司法單位處理 在此不再聲明 這邊簡單在替服務Villet公司 澄清幾件事情 那陳志翰他並不是三總管 那三總管內所有的設施 都是屬於服務Villet公司所有的 陳志翰跟他所屬的團隊 只不過是受委託負責現場的運動 那依照之前雙方所簽訂的兩半所約 那陳志翰和他的團隊 就只可以依照營業而抽取3%的服務費 但是從一百年八年開始 鄭先生這邊就發現 陳志翰還有他所屬的團隊有議領服務費的情形 而且之後陳志翰再透過整個直播散布一些不實的言論 那不必業公司這邊已經對陳志翰還有相關的人 提起了包括了侵占背信 妨礙名譽 妨礙信用的告訴 還有提起一個民事訴訟請求返還議領的補費 捍衛公司的權益 那之後陳志翰又自己講他要退出經營 所以說公司今天就主動前來點收 也希望陳志翰和其他的所屬團隊 在點收的過程當中 把包括會員名稱 員工名稱 參選清單等等 跟三重館營運有關的文書全部交接 今天準備了一百萬的現金 一千萬的現金 供接手後的營業使用 會員的處理我們這邊分為兩部分 當然說繼續留下來的會員 我們當然是盡力去保護他的權益 使他的權益不受影響 對於說已經申請退會的會員 我們這邊會先去挽留 如果他還是指引要退會的話 我們公司這邊會依照相關的規定 來辦理退會的 三立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九四要克訴 2020海美四次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 APP 即時新聞不露階 人生驚嘆號 記憶 金 人生驚嘆號 兩位 證明